再等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图表作文 然后呢就是 我们首先会讲一下大概的这个图表作文的步骤 然后呢我们再会讲一下这个 然后呢再会讲一下这个 课前的这个这个作业 ok 听到我说话吗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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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好的 好我们看一下 诶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作文 那图表作文呢 首先我们要进去的就是在考场上面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是这是什么图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图表作文它就是有四种动态图 静态图地图和流程图 然后下面的话呢要读一下这个题目 看一下它是属于什么时态 一般来说过去的时间是过去时 现在的时间现在时 然后将来时间将来时态 ok 然后呢就是 就是第二个的话呢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图它主要的这个啊对象词是什么东西 啊对象词 啊非常重要 所谓的对象词的话呢就数字的指代词 数字指代词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你可以想想就可以确定一下它的描述对象是什么东西 好对比对象 啊以后我们会讲一下这两个概念 然后看完图之后下面一步呢就开始写开头段 开头段呢一定要简单啊尽量简单就不要写的好复杂 啊大概花一两分钟 喜欢开头段之后呢开始写主体部分 那么写主体部分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 那么写主体部分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分段 分段非常重要 分段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让考官知道你每段话的话呢说话的一个重心是什么 ok 然后呢下面就开始写主体部分一般来说写六到七句话 那么每句话的话呢就是啊有一定的关注点 那么第一个关注点的话呢就是啊如果是动态图呢就是每句话要说高低 还有的话呢这种它的测试趋势 那么静态图的话呢主要是关注 那么就是对比对象的高低啊还有的话呢就是描述对象的高低啊 啊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从这个图里面啊可以看得到很轻 清晰的这个思路 然后下面写的过程之中呢就尽量把这些词的话呢就是写完之后呢就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那么写完一段之后呢就下面一段 连接的时候可以注意几种方法 一种是连带连接一种是描述对象连接 一种是图的各连接 一种是图的各连接 那么最后写一下结尾 那么结尾的话呢是特别重要的 就图要作文的结尾啊就是很重要 它和大作文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大作文是可以不写结尾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那么小作文的话是一定得写结尾 ok 啊那么在写结尾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 那么这一点 一般来说的话呢你可以趋势写一句 总结这个高级结尾 如果是动态图 如果静态图呢描述对象高低写一句 对比对象的话呢高低写一句 就是如果你的图表作文不写结尾呢 它直接会打分达到五分 如果你写的结尾呢 写的一般它会给你六分 如果写的不错是七分 所以说结尾一定要写 那么基本上的话就整个过程就这样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开始看一下课前的文章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的话我们首先看到图之后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图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就花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的话呢 迅速的看一下这个图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题目它说这个图的话呢展示了在澳大利亚 就是水用于不同用途的这种百分比 那么从这个图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三个信息 第一个的话呢它很明显这个动态图 为什么呢因为它出现了两个年代 就只要有两个年代或者更多呢 它肯定能够画出线来 两点呈现嘛 对不对 这我们这个学几何的时候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有线必有趋势 趋势的话你就上升下降和保持不变 OK 第二的话我们可以确定时态 因为97年和2002年 那么这些都是过去的时间 过去时 OK 第三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对象词是什么 所谓的对象词就是数字的指代词 数字的指代词 我们随便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图里面的Food Industry的这个48% 这个48% 事实上它指代的是什么东西呢 谁能告诉我 有些同学说图见不到是吧 那么复制一下 现在看得到吗 它准确来说的话呢 它不是proportion of什么 就是Food Industry OK 这错的 OK 它应该来说是什么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used by the food industry 这才是对的 懂了吗 所以说罗汉呢 一定要特别小心 就对象词罗汉呢 首先你要搞懂 好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基本上你又没什么事了 下面你要做的事情就写开头段 在考试上面开头段的话呢 就写的要快一点知道吗 就不要特别纠结 那就改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它如果图里面的话呢 就是它写的是 这个题目写的是chart 你可以加点东西 你可以说什么 就看这个图的形状 对不对 这个图很明显 这个丙图 丙图的话我们就写上什么 py chart OK 柱状图我们知道叫bar chart 是不是 OK 然后线图叫ligraph 是不是 表格的话叫table 嗯 所以说你就加上一个py chart 然后它的题目原来是说show show你可以用compare 或者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或者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去替换 OK 然后下面呢 就是它本来是说proportual proportual我们可以听话 可以说percentage OK percentage OK 然后water是替换不了的 你就不要换 那么use use use的话你可以有个词 叫做consumed OK consumed 然后呢for different purposes 那么有些时候呢如果说到different的时候呢 我有个习惯用前面喜欢加个数字 加个数字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呢它总共有什么 那么总共是有一二三四五五个这个目的 对不对 那你又说什么five purposes 或者罗汉呢for five usages 对不对 然后呢in australia 这个没有什么好替换的 那么后面years 就是你可以写一个two different years 或者two separate years OK 我做一个替换就行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改写完毕 知道吗 是不是很简单 我把它放在群里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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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然后在写的过程之中 呃这个show啊或者compare这个词的话呢 不要用过去使用一般现在词 然后不要用倒桩 不要用什么grants add这种说法 如果它国家很多啊数字很多年代很多 不要全部读出来 OK 那么这样给人考官觉得你是在错字数 然后的话呢不要浪漫一些词啊 比如说这些词啊 什么depict啊 describe啊 cultry demonstrate啊 disapply 这种词 那么全部的话呢不能用 OK 好我们继续往前面看 那么下面呢 写的主体部分呢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 就是分段 那分段的话呢有几种分法啊 那么像动态图的话呢就是 你首先要看清楚 它的描述对象是什么 就一般来说的话呢所谓的描述对象就是你的句子啊 它的重心是什么 比如说像这个图啊 那么有些同学的话呢它是以年代为重心 比如说1997年怎么样怎么样 2002年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的话以年代为重心 这个我不提倡这么去做 我是提倡的话呢用五种目的 啊作为重心的话呢去写 啊就是每个目的它就是一个描述对象 那么总共的话呢因此有五个描述对象 OK 那么年代啊它是对比对象啊 比如说都换的food industry 它对比的话呢这两个年代的变化 household use对比两个年代的变化 manufacturing industry对比两个年代的变化 building industry对比两个年代的变化 building industry对比两个年代的变化 service industry对比两个年代的变化 听懂了没有 知不知道我就说什么 ok 好下面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 啊分段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五个描述对象呢就是 啊我们想想怎么分段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高低来分 高低来分 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将这个用水比较多的 啊写一段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这个food industry 还有的话呢这个什么 啊这个 这个household 但是的话呢高低分呢它不到好分这个土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些本来很高但是后来变得比较低了 有的比较低的话呢后来又变得很高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就不大好分 那我们就放弃这种方式 我们看一下趋势 趋势的话我们发现 food industry的话呢是下降 household的话是轻微上升 service industry的话呢是上升 然后呢manufacturing的话呢也是上升 然后building的话是下降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上升和下降分段 ok 啊你会发现上升的话呢 事实上有两个 那么下降的话呢总共是有什么 上升有三个 下降的话呢有什么 两个 我们可以按照上升和下降去分 ok 那么有些时候对象比描述对象比较少的 只有两到三个可以按照描述对象的分段 比如说你有两个描述对象你就写两段 三个描述对象就写三段 嗯 然后答应一些同学的话呢也可能用性质分 性质分的话呢就这篇文章也不好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它有四个是关于不同的行业 有一个的话是关于家庭 你总不能家庭自己写一段行业四个写一段 听懂了没有 ok 那么基本上就这样了 那么写完之后呢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开始一句话一句话去写 但现在能跟得上我思路吧 能跟得上我思路吧 ok 首先我们第一个的话呢会写FoodIndustry 啊这个时候写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对象弯住两个事情 一个是趋势 一个是高低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写的是Food FoodIndustry的特点的话是什么东西呢 它本来是什么 最高的 但是什么 它下降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是找一些基本的句型把它写上去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句型 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句型 什么什么最高 是对象词加最高级 我想问一下 对象词是什么东西 对象词我们刚说完 对象词是什么 我们在描述FoodIndustry的时候 对象词是什么 对象词是什么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used in the 什么 FoodIndustry ok 然后这对象词加上最高级 最高级是什么 Heist 是不是 然后呢 把 然后呢 说下降 下降呢 还是对象词 加上动词 动词 动词你可以有后面的下降 是不是 然后呢 第一句话写完了 可以不可以理解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used in the FoodIndustry 这是对象词 was the highest 把这个要说出来 然后呢 它显著的下降 懂不懂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直接超上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简单的不得了 是不是 好 有些同学说你要不要写年份 好 那我写年份嘛 对不对 那我写年份 是不是 In 1997 2什么 2002 是不是 那就更加漂亮了 是吧 简直是优秀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下面一个的话我们写第二个下降的 第二个下降的话是Building 是不是 那Building的话呢 它是最低的 它也是下降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可以用什么基本的句型去写 那么也是下降的话呢 可以用DLB去行 然后最低的还是用什么最高级 OK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OK in contrast 对比而言 proportions of use by 这个 就是水用于什么industry building industry的话呢 它是最低的 然后呢 there was also a decrease a decrease to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反过来写 你可以说 there was a similar trend in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used by the building industry OK 然后呢 dropping to 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 two percent in 2002 然后呢 你可以说 the figure 就是 what's the什么 lowest OK 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规律就是drbg型 加个trend 或者一个下降 再把那个对象词写上去 in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used by 这样吗 它就这么写 懂不懂 是不是很简单 就简单的不得了 是不是 你就搞懂对象词 就把那么具形也套上去就好了 把它搞熟 然后呢 整段话就写完了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下面一段 那么下面一段的话 我们首先看一下household use 它是第二高 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 它上升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的具形 比如说第二高 我们还是可以用必备的具形3 对象词 proportion of water used in households 第二高 what's the second highest OK 下面呢 假如我想写那个sore sore的话呢 对象词就是数字 看得到一个上升下降 然后它是上升 轻微的上升 然后写出来 然后两个独立的句子 中间用连词 有没有问题 你看很多同学的话 又开始 又开始的话呢 就是 那么关心一些的话呢 我不叫他们不关心的东西 啊 他们的话呢 又非常的什么 再问我到底是不是会很重复啊 对不对 对于大部分只要追求6分的学生 或者6.5分的学生 准确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我们很多同学啊 他为什么图表中 没写好 他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 不是他变化不够 而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他们死了 OK 他们写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把对象词啊 把人的数字 给改变了 OK 人家这个数字 是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时候把它改了 最后分数就会下降 那么如果改呢 一般来说 他是怎么改的 一会儿我们会去解释一下 但是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改的问题 不担心改的问题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 下面我们会看service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的话呢 他也是上升 OK 大家可以现在练一下 比如说 如果你想说 他有一个显著的上升 我们用drb巨型 大家写一下 认识一下 drb巨型 到温那儿 给大家 traffи 银 大家帮给大家支持 给大家照顾 不要 不要 没有 不 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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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